各位朋友啊,大家除了关注疫情之外啊,生活还是有很多美好的,还是有很多值得大家共同来分享的美好的事物啊,包括我现在在西班牙啊,这个西班牙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啊,虽然有人说他是葡萄牙人,也有人说他是意大利的热南亚人 还有人说他是犹太人,那么这个人呢,我们还是认同他是西班牙人,最起码他是西班牙的女王伊萨贝勒和国王费迪南德啊,这两位是基督教天主教双王派他去发现美洲大陆的 是他把整个世界连为一体 他为人类做了很多的贡献 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名词 叫哥伦布大交换 也可以叫哥伦布交换啊 先要感谢一位朋友啊 这个概念啊 我原来从来是闻所未闻的 所以说呢 我常说一句话啊 向一切学习,向一切人学习 三人行,必有我誓言 这位朋友的祖父 这位朋友的祖父啊 他们家是名门之后书香门第 祖父是中国伊斯兰教原副会长 也是牛街清真寺的大阿宏 这个中国可以说是红色阿宏啊 红色伊斯兰学者 或者说是回祖里边最著名的学者 白寿仪也是他们家的爷爷的蛋挑 爷爷的年金啊 是这位朋友 他本人也非常的博学多才 这个见多识广 是他告诉我这个概念的啊 是在他家吃饭喝酒 小酌了一杯啊 然后那个传授给我的 我在此向这位朋友啊 表示衷心的感谢啊 咱们聊聊吧 聊聊啊 哥伦布大交换啊 哥伦布交换 英语叫Columbia Exchange 哥伦布的交换啊 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DC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这个Columbia District 这个Washington Washington District Columbia 还有南美洲的国名啊 哥伦比亚共和国都是为了纪念 哥伦布这位伟人啊 也叫大交换 叫Great Exchange G-R-A-N-D Exchange 是一场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 生物 农作物 人种 括弧 包括欧洲人与非洲黑人 文化 传染病 甚至思想观念的突发性交流 它是人类历史上的跨越种族地域的 突发性的一件重要的事件啊 重要事件 1492年哥伦布首次航行到美洲大陆 不仅市集性的市集性大规模航海的开始 更是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联系的开始 旧大陆主要指的是欧亚大陆啊 其中主要指的是欧洲 这个欧亚大陆啊 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世界岛 事实上啊 在没发现美洲之前 人类的文明就在欧亚大陆上 是最精华的 最集中的 人类的悲欢离合 战争与和平 文明的交融与冲突 主要就是在欧亚大陆啊 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北非 我原来说过啊 环地中海文明交流带和欧亚草原大走廊 是人类两大文明交流带啊 主要就是在欧洲 北非 西亚 东亚 中亚 南亚 这一条线上啊 那么当然了 他说旧大陆啊 指的是欧洲或者欧亚 新大陆指的美洲大陆 但是这种说法呢 也引起了 尤其是近些年啊 引起了美洲的土著 美洲的原住民 当然有人称他们为印第安人啊 事实上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 就是美洲土著 美洲原住民的不满 他们说你这种观念还是欧洲中心论 就像什么近东中东远东啊 你是以你欧洲人的眼光 以你为准来衡量我们 他说不对 没有新旧之分 是两个大陆的相遇 当然相遇是欧洲人来的美洲 不是你美洲人去的 事实上文明还是能够分出高低 优劣啊 强弱的 那么引发了啊 那么不仅更是旧大陆 与新大陆之间联系的开始 引发各种生态上的巨大的转变 历史学家 艾弗瑞·克罗斯比 在1972年的著作 哥伦布大交换 中首先提出这个观念啊 这个观念是1972年才有的啊 就像丝绸之路 Sock Road 这个概念是德国的地理学家 似乎叫李希特霍芬啊 有很多叫李希特霍芬的 还有一个红男爵电影 讲的一战熟的德国的王牌飞行员 似乎也叫李希特霍芬 可能是重名啊 可能是重名 丝绸之路在古代没有这个名字啊 它来往的这个运输的东西 这个物资也不限于丝绸啊 还有瓷器呀 茶叶呀 包括欧洲来的一些东西呀 皮革呀 是吧 黄金呀 白银呀 等等啊 那么哥伦布大交换对地球上的每个社会 都带来巨大的影响 如欧洲人携带新的疾病传入美洲 天花瓷器好像是啊 美洲的原住民因为没有抗体 所以造成很多人丧生于天花 并且造成大量的文化流失 在哥伦布到达以前 美洲的人口数不明 但是初估这次的灾害造成了至少50%到90%的人口的丧失 估计当时死亡在5000万到1650万左右啊 如果是50当时是3000多万 要是90的话 1800万吧 但从另一个观点而言啊 这次的接触呢 替两个半球带来的人口的增加和多样的作物啊 多样的作物 例如新的 哎呀 抱歉啊 老咳嗽 例如新的玉米的品种和牲畜 在当时的探险者们将他们带回欧亚大陆之后 具备强大生产力的玉米 马铃薯和番茄 便成为当时主要的作物 其实除了玉米 土豆和这个西红柿 应该还有红薯 红薯就是西班牙人从中南美洲 扩散到他的殖民地菲律宾去的 然后一个中国商人姓陈的 又把这个红薯偷偷的带到了福建 当时菲律宾被西班牙控制 西班牙人不允许这个红薯的种子外流 是这位姓陈的 把这个红薯的秧子 红薯的藤蔓 编在这个船只的船栏里边 带到福建 他禀报了 他报告了当时的福建的巡抚吧 相当于省长 然后大面积的种植之后 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现了大增长 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应该感谢美洲人 全世界都应该感谢中南美洲人 从墨西哥往南的 到秘鲁啊 厄瓜多尔 波利维亚这一条线上的人 其实他们救了全世界 因为后来 比如说爱尔兰发生了一个土豆的饥荒 是土豆 使得爱尔兰人死亡的数量没有那么的多 丰富的农产品导致欧洲人人口激增啊 事实上亚洲也有也有增长 同样的南美洲的作物还引入了西亚 西非和南亚等地后 使得当地蓬勃发展 并且有大量的人口往路上定居 在中国同样受惠于美洲农作物的高生产力作物 而人口不断暴增 另一方面 欧洲人把新型的灌溉技术 引进了南美洲 终结了南美刀羹火重的原始农作状态啊 其实欧洲人还引进了马 马原来 马据说发源于美洲 但是后来在美洲反而灭绝了 所以我们常常见的那个叫什么草泥马 就是那个羊驼 美洲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农业呢 受制于它的没有马 这个有很大的因素啊 此外 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扩张和采矿业 尤其是炼银业啊 的发展和南美洲大量银矿的发现 银产量空前增长 以西班牙帝国为首的西方强国 把大量的白银销往东亚 尤其是明朝 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通货膨胀 并在一定层面上导致明朝灭亡和清军入关 亚洲的局势也受到了极大的改变啊 这次物种交换改变了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及亚洲人的生活方式 你看他欧洲美洲亚洲非洲都改变了生活方式 这有一张图啊 葡萄牙人在日本进行牲畜交易 大量外地引入的食物成为人类的主食 并为种植更多农作物而开发新的农业区 掀起了一场农业革命啊 公元一千年之前 马铃薯尚未在南美洲以外地区种植 但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 正是由马铃薯失收 就是没收那么多欠收了造成的 秘鲁有一个马铃薯研究所 里边收集了几百个 可能上千个土豆啊 马铃薯的品种 另外自葡萄牙贸易商 在16世纪就是15几几年啊 由美洲引进玉米及木薯 进入非洲取代原有农作物 成为非洲大陆最主要的主食农作物 亚洲亦在16世纪 由西班牙殖民者引入番薯 就是红薯白薯啊 我们小时候我们老吃白薯 家里边还熬那个棒子面的白薯粥啊 非常好吃 特别的甜 尤其是那种黄色的是吧 红然或者黄然的沙然的特别好吃 令粮食充足 刺激亚洲人口增长 这次空前的物种的大交换 在带来了大量的农作物的同时 也带来了使这些农作物致病的病毒 因为当时对农业生产知识的缺失 加之 马铃薯 疫病的爆发 欧洲人口 尤其是爱尔兰人口 也因此大量的减少 爱尔兰 至今仍然是历史上 为数不多的历史上人口数 多于当代人口数的国家之一 爱尔兰 那次大饥荒死了可能上百万的人啊 后来爱尔兰人大量的移民到了北美 主要是美国啊 后来的美国有的总统就是爱尔兰后裔 据说最著名的就是肯尼迪家族啊 当然爱尔兰人还被英格兰人所歧视 认为他们是落后的愚昧的野蛮的啊 美国也有爱尔兰黑帮啊 也有这个意大利黑手党的黑帮啊 欧洲最早引入美洲的物种是马 是大平原上 北美啊 北美有个大平原啊 密西西比流域啊 美洲原住民部落 变成使用马匹狩猎 这个美洲野牛的啊 游牧民族 同样原产美洲的番茄 在飘洋过海来到意大利 西班牙法国后 竟普及 制成为了国家饮食文化的招牌特色 这个我们常说的地中海式的饮食 就是能够让人尝受主要的这个原材料 食材就有这个西红柿 也就是番茄啊 其他类似情况还有来自非洲的咖啡 咖啡是埃塞俄比亚 台湾叫伊索比亚 卡法省 咖啡是地名啊 即亚洲的甘蔗 甘蔗能炸糖啊 甘蔗是亚洲的 成为拉丁美洲最主要的商业农作物 甘蔗引进到美洲之后 今天的苏利南 那个那个地方有从印度迁移过来大量的印度人 就是种甘蔗 他们最初就是这种劳工 劳工的后代 葡萄牙从美洲引进到印度的辣椒 哎 你看中国的川菜吧 要割辣椒 这是从美洲来的啊 辣椒辣椒辣椒粉 以及马铃薯土豆 现在也成为印度菜的主要的材料 那么来自新世界 就是新大陆的中南美洲的玉米 番茄 马铃薯 香加兰 橡胶树 coco 啊 还有 烟草 烟草叫dabago 日语叫dabago toboco 无论是怎么发音 都是从印第安人的语言里边 转音的 转过来的 包括了土豆 番茄 西红柿 是吧 包括了辣椒 包括了巧克力 chiclette 这些都是从中美洲过来的 在哥伦布大交换以前啊 很多物种的出产地 都与现代的认知有很大的区别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年的产地 已经显为人知了 而今天 非常有名的 famous这种产地 那么觉得啊 这个地方产这个 其实历史上 它不是原产地 举几个例子啊 柳城 佛罗里达州 原来没有柳城 那么厄瓜多尔 现在盛产香蕉 是吧 主要盛产香蕉的 有厄瓜多尔 有这个葡萄牙的马德拉群岛吧 现在啊 一说起厄瓜多尔 人们就联想起香蕉 东欧的匈牙利啊 过去它也不产红辣椒 南欧的意大利 不产 无蕃茄 哥伦比亚没有咖啡 哥伦比亚是现在咖啡 咖啡豆种植的大国 但是过去它没有 这是都爱塞俄比亚来的 夏威夷 没有凤梨 凤梨就是香蕉 不是 就是波罗 台湾也叫凤梨 非洲过去没有香蕉树 德克萨斯没有牛 墨西哥没有驴 泰国和印度没有辣椒 法国没有烟草 瑞士没有巧克力 瑞士制造巧克力成品 但是原材料没有 在欧洲人引用蒲公英 到北美洲最初的用途 是做香草 东欧的俄罗斯和乌克兰 没有玉米 原产自旧世界的植物啊 旧世界就是欧亚大陆的啊 欧亚大陆的 包括了橙子 orange 现在你看美国 加州有个县就叫橙县 orange country 苹果 苹果是中亚啊 你看这个哈萨克斯坦原来首都叫阿拉木图 艾勒姆特 艾勒姆特阿塔斯 苹果之父 维吾尔语叫阿里玛 这个证明什么 证明苹果是中亚草原发源的 它是一种温带的水果 英语的apple 是吧 apple和阿里玛 很像 香蕉 芒果 芒果是非洲的 是吧 文化大革命毛主席 非洲人给个芒果 全国人都 当成很神圣的东西 洋葱 咖啡 小麦 小麦应该是东亚 东亚产的 稻米应该是发源于南亚 世界上产量最大的二十种作物啊 这个首五种 首五种就是排在前面的五种 都是美洲的 就是产量最大的 能够养活 供养最多的人口的 最最大的五种 玉米 马铃薯 木薯 番茄 番薯 都是美洲的 第六种 葡萄 则是由欧洲嫁接到美洲的植物 葡萄有人说也是中亚起源的 在内蒙古的东乌旗 西乌旗 乌就是指的乌中沁 乌中沁就是鱼中沁 就是葡萄 有人说来自于中亚 其余在榜上的旧世界的作物 至今已遍布世界各地 包括了牛奶 牛奶 大豆 小麦 糖 甜菜 甘蔗 稻米 橙子 洋葱 高粱 鸡蛋 大麦 蜗 橘 橘 橘 苹果 以美国需求量最高的20种作物当中 一半都是原产于美国的 另外大量巡化的动物及传染病 通过贸易及移民 带到另一个大陆 对各地 这都是物种交换 丰富了各地的物种 过去的物种 都是比较单一的 对各地有极大的影响 但经过多个世纪 很多亚欧大陆上的人 已经拥有很高的免疫力 对抗新疾病 然而美洲原住民 免疫力不足 无法导致 导致无法对抗来自旧世界的传染病 对美洲的这个造成大量的人口的丧失 天花的流行 使得美洲人死亡数超过任何一场战争 你看这些动物啊 以被驯养的动物 从欧亚大陆到美洲的 有西方的蜂蜜蜂 猫 西班牙语叫Gato 英语叫Cat 猫 骆驼 卡毛 有一种香烟叫骆驼 就是我工作那个美国最大的食品公司 叫RGR纳贝斯克 雷诺斯 纳贝斯克 他们产的 有这个骆驼牌香烟 有这个Salon 有这个云斯顿 Vanston 有这个摩尔 一种很细的女士抽的昆鸭 叫Lady Seagress 还有鸡 有牛 山羊 鹅 蜜蜂 马 家兔 猪 鸽子 还有 绵羊 是吧 蚕 水牛 这个都是欧亚到美洲的 美洲到欧亚的 新世界到旧世界的油 羊驼 就是那个草泥马 是吧 这在中国说草泥马的时候是 抵抗网络霸权 对言论自由的一种抵抗啊 草泥马 这个艾未未过去 比较喜欢用草泥马这个词啊 还有荷兰猪 是吧 美洲驼 火鸡 克室圆 熬虾 食拟 红拟 食手鱼 红尊鱼 大肚鱼 红尊鱼啊 北京那个淮柔九肚河吧 那个 红尊鱼一条沟啊 那沟里边的农民 都利用这红尊鱼的养殖 搞这个农家乐赚钱啊 其实我相信 怀柔那边的农民 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美洲来的啊 那么水果从欧亚 也就是旧大陆到新大陆的有哪些呢 有杏仁 苹果 杏啊 他这个 有点重复了啊 杨记 记门桥的记啊 卤笋 香蕉 大麦 甜菜 黑椒 卷心菜 哈密瓜 萝卜 咖啡 柑橘 黄瓜 茄子 亚麻 大蒜 大麻 奇异果 可乐果 莴苔 芒果 小米 燕麦 秋葵 橄榄 洋葱 鸦片 桃子 豌豆 黎 阿越魂子 阿越魂子原产地应该是伊朗一代啊 伊朗高原 这个小萝卜 大黄 我有个朋友叫大黄啊 米 这个黑麦 大豆 甘蔗 芋头 茶 这个叫什么 这叫盐水 盐水是一种类似于香菜的一种调料啊 一种那个 小麦 胡桃 胡桃是英格兰的啊 西瓜 西瓜应该也是中亚一代产的啊 原产地 大麻 大麻刚才说了 龙眼 荔枝 羊桃啊 这都是原来中国南方广西一代那边种植比较多 莲雾 这是台湾的啊 一看这个 这个就是台湾人编的啊 大陆没有莲雾 莲雾是台湾应该算特产的一种东西啊 那么我们再看看水果类的啊 水果类的由旧大陆 由新大陆 由美洲 又扩散到全世界的 有哪些呢 有 馅菜 上面一个草子头 下面一个看见的键啊 十年馅嘛 我不确定啊 鳄梨 四季豆 啊 现在我们常吃的四季豆啊 这个 黑莓 柿子椒 啊 柿子椒 柿子椒在有些地区叫尖椒啊 在中国东北啊 在中国东北特别逗 管西红柿叫柿子 在东北呢 你说来个柿子炒鸡蛋 实际是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鸡啦 这个 这个柿子在北京这一块 指的是树上长的那种 甜的柿子 可不是西红柿啊 你比如到东北 是吧 这个仓储超市 东北叫仓买 说这个店我要转让 东北叫出队 这个小卖店 东北话简单 叫卖店 哎 是这样 住宿 东北说住许 说我取个东西 我拿个东西 东北人说 求去 啊 我求去 我跟你求钱去 我跟你取钱去 这个蓝莓 哎呦 蓝莓常吃啊 腰果啊 腰果 还有药用的熟尾草 树胶啊 树胶是炙口香糖的一种原料啊 番荔枝 辣椒 这个又有疑问啊 酸果酸果酶 酸果酸果蔓 骨壳 啊 这是制毒品的啊 骨壳碱 Cocodal啊 这个做巧克力 有的是用coco啊 或者叫带coco脂 我原来的一个朋友 他就是卖这些做巧克力的原材料的啊 中国做的很多巧克力的原材料 里边其实都不是巧克力了 我都这我都清楚啊 他用我的车 因为我有卡车 很多做买卖的人 他不养卡车 然后就找我们 给我们 其实 这个运费是很低廉的 就是朋友嘛 给帮忙 这个棉花 苏米 番石榴 月菊梅 豆鼠根 玉鼠素 木鼠 木瓜 花生 胡桃 菠萝 马铃薯 灰米 橡胶 南瓜 草莓 向日葵 番薯 腌草 番茄 香草 下南瓜 次果 番栗汁 百香果 火龙果 佛手瓜 加宝果 巴西龙眼 我看看啊 他怎么说的 新世界到旧世界 哦对 这就是美洲 美洲到欧亚大陆的 嗯 这么一说就对了啊 疾病 疾病也不少啊 疾病由旧大陆 由欧亚扩散到美洲的 有哪些呢 有限鼠疫 这个非常可怕啊 鼠疫 杀死很多人啊 水痘 我们小时候都打过疫苗啊 防止水痘的 祸乱 流感 麻风病 瘧疾 麻疹 星红热 天花 伤寒 颁疹伤寒 黄热病 雅思病 还是我觉得 欧亚大陆 传到美洲大陆 这些疾病 种类更多 杀伤力更强 更可怕 有美洲啊 传到欧亚的有 梅毒 松财 献虫 美洲白鹅 美洲白鹅 好像是毁木材的啊 湿地 松粉戒 查加斯病 美洲幼虫病 还有黄热病 讲完了 跟这有关的 还有一个大三角贸易啊 指的是欧洲 非洲 美洲之间的 这个物资的 这么一种贸易 包括奴隶的贸易啊 回头咱们可以讲到这一段啊 讲讲这一段 哥伦布大交换啊 基本上给大家念叨完了啊 跟大家是一个共同学习的过程啊 再次感谢那位 中国伊斯兰教前任会长的 那个金孙啊 台湾叫金孙 我们这边就是他孙子 这不好听啊 宝贝孙子 宝贝儿子 台湾叫金孙 是吧 这个阿扁啊 阿扁总统的金孙 好像黄瑞靖给他生了一个孙女吧 后来生没生 孙子不知道啊 陈志忠 但是外孙子 这个赵建明 和这陈姓瑜 可是给这个阿扁 生了这个外金孙 金外孙 可是生了三四个啊 这个还挺能生 这个赵建明啊 是通过一个朋友 介绍认识的陈姓瑜 陈姓瑜是跟他的初恋 前任男友吵架了 然后 这个赵建明 趁机啊 趁虚而入啊 类似现象很多 这个前两天我读的 那个宋丹丹 就是跟初恋 然后两个人分手 很痛苦 结了一次婚 结了一次婚 一年离了 又找着英达 还有我们有一个朋友 嫁了一个韩国的情报机构的 原情报机构人员 县韩国某大学教授 也是跟初恋吵架 后来遇到这韩国人 俩人一拍即合 马上就结婚 现在儿子都挺大了 儿子上高中 在韩国上高中 哥伦布为代表的啊 他是这一个群体的代表 当初他们殖民是为了获取黄金 是为了报复 但是 不考虑他动机 他行动的客观的结果 当然有利有弊 但是总体上让整个地球 让这个世界连为整体 而且这个物种 不管是植物 动物 各种农作物 包括思想 宗教 的交换 我去过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有一个博物馆 叫大航海博物馆 大航海博物馆里边 展出了几百年以来 西班牙的船 船上的设备 包括船上的炮 各种的文物 其中有一幅画 我好像还买了几幅那个 那个那个临摹的画 带回中国送朋友 有一幅画特别逗 是哥伦布 像个皇帝一样 像一个救世主一样 站在那 然后 印第安人 美洲当地人 半跪的姿势 当然 就像我们中国啊 一定要把毛泽东 把我们的领导 这个画的特别高大 别人要比他矮 也是那印第安人 穿着类似于 瘦皮那样的衣服啊 按现在的观点 认为是衣不遮体 然后接过了十字架 这个哥伦布 一手拿着剑 包括他手下的士兵 和水手拿着剑 一手拿着剑 一手拿着圣经 反正你不服 武力上 你们也打不过我们 但是你要服了 你还得接受 我们的天主教 就像伊斯兰教 当年一手举着 阿拉伯的弯刀 或者是宝剑 一手举着古兰经 是吧 反正任何的强势的文化 包括强势的宗教 宗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啊 它是互为表里关系 都是一手强 一手弱 一手文明 一手野蛮 一手胡萝卜 一手大棒 都是这么一个规律吧 先聊到这一段啊 我也有点口干舌燥了啊 我会放在这里 他的家里 一手并家里 一手我一手 也要做说